台日天后将会告别歌坛九年 在歌迷引颈期盼之下 终于点头复出 主播单位在今天宣布 将会很荣幸受邀 十月份的国家庆典 希望能够再次用歌声 带给大家最温暖的幸福与力量 台北市政府也发声 表达诚挚的感谢 至于演唱的歌单 目前仍然在讨论当中 动人歌声 这句唱进新坎里 封麦整整九年 台语歌后江会 在各界引颈期盼下 终于点头宣布付出歌坛 主播单位抛出重磅好消息 表示二姐江会很荣幸受邀 十月份的国庆大典 也谢谢大家 让二姐有机会重拾麦克风 希望能再次用歌声 带给大家最温暖的幸福与力量 而相外演出也将开始筹划执行 第一点是国家大使 这是份荣耀 她又是台湾的女儿 而付出呢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那是选择性的 为了整个国家的庆典 付出开唱 我想台北市政府 是在这边要表达 我们诚挚的感谢 台北市长蒋万安 就曾多次公开表态 希望江会可以成为 大巨蛋开唱的首位艺人 而高雄市长陈其迈 同样是透过管道 力邀他前往高雄开唱 究竟这回是谁说服 江会付出表演 主办单位表示是全民说服他 有全民的期待跟等待才有这个决定 对江会来讲他很挣扎的是 我出来的话 那以后这个腰那个腰 我到底是要全部答应呢 还是不答应呢 我全部答应 那等于我就付出了嘛 那我当初何必讲疯吗呢 所以呢 要不要唱 要不要付出 该在什么时间点 这时候就很重要 国庆大典要重开金嗓 主办单位直言 二姐这么多年没公开表演 当然会紧张 至于演唱歌单 目前仍在讨论当中 台北市官场局也将开放民众免费锁票 预计九月下旬就会公布相关细节 也让所有歌迷都相当期待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台新晶与新光晶启动新心病 没有想到中性晶半路抢亲 在双龙抢猪的情况之下 新光晶最后花落谁家 也引发了各界关注 而面对中性晶的银弹攻势 台新晶总经理林维俊首度松口 可能会再加价提高换股比例 而面对中性晶半路拦叫 台新晶也喊话金管会 应该要优先支持合议并公 对着镜头比爱心 不过这张立院裁委会 东京考察团合照 却是暗藏玄机 因为这阵是近期 金控三角链的两位新郎 还有金管会银行局长 一起同框 面对中性晶 祭出银弹攻势 台新晶首度松口 要加价 也不是不可以 的确是有这个可能会调整 如果要做的话 8月22号我们所有的这个双方董事会 要过的程序通通要重新再走一次 才可以再来更改比例 桥料聘金都有得谈 跟喊话金管会应该要以合议并购优先 否则就算台新晶最后成功取到新光晶 但中性晶在取得股份的情况下 也不排除会干扰新合并公司决策 启动第二波敌意并购 而其实台新晶两年前曾经提出敌意并购 遭到金管会拒绝 我们在两年前就试过一模一样的这个架构 我们是被金管会所拒绝 如果是金管会采用一模一样的监理标准 这是应该是不会同意 而市场上刚传出前阳明海运董事长郑真茂 接受台新晶控董事长吴东亮邀请 将接任台新投信董做职位 由于郑真茂过去曾担任过金管会副主委 让外界直呼看来这次强青系码已经稳了 他之前是经济学者 主要我在想台新晶控应该是着眼在 台新跟新光晶合并以后 他的资产从三兆变成八兆 他当然需要很多的人才 今后新浪满的强青之路到底谁能胜出 这波攻防战未完待续 记者未听王春明组合报道 不少人有睡觉流口水的经验 但是提醒您 这个现象有可能是疾病的警讯 医师黄轩就指出了 如果不是睡姿不正确或者是过度疲劳 但是在睡觉的时候经常流口水 有可能是口腔上呼吸道出了问题 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 甚至是脑神经受损 像是脑中风或者是帕金森氏症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 放松身心 当梦想悠悠 醒来就发现嘴角怎么湿湿的 哎 又流口水了啦 如果睡觉时姿势不正确 或过度疲劳 都可能会让口水不小心溢出来 但睡觉流口水也可能是疾病警示 太累了 因为你测睡 因为你趴睡 那是正常生理现象 长期疾病的症状 各位要小心 医师黄轩分析 要是平常睡姿正确也没过度疲劳 却常常睡觉流口水 有四大可能性 第一是口腔卫生问题 包含口腔溃疡或牙龈发炎等 刺激口水分泌增多 而上呼吸道鼻腔咽喉不通 只好开嘴呼吸 也意识口水外流 另外胃食道逆流 导致胃酸刺激口腔也会让口水分泌过多 但还有一种就要当心了 可能是脑神经问题 导致脸部肌肉失调 像脑中风以及帕金森是症 醒了以后我们稍微检查一下 看他的肌肉的活动 大概多半都是正常的 那就比较没有关系了 嘴巴的活动 跟他嘴巴的关闭 可能有困难 我们就发现这个就是一般的 可能有发生中风 或是面神经麻痹 常常睡觉时流口水 可别觉得擦一擦就好 医师建议应进一步自我解释 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陈寗盖尔蒂特报告 有上帝之手美誉的台大整形外科前主任汤月毕 过去在连胜文遭到枪击后 曾经替他整容声明大噪 但是他却在2010年间 泄露三个标案内容 遭到新北地院以贪污等罪 重判13年 不过呢 更衣审大逆转 该以两个公务员泄露国防以外之秘密罪 轻判六个月 得一颗法警 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 2010年11月26号 在选举站台时遭到枪击 当时子弹从脸部左上方经过鼻腔 再从右侧太阳穴穿出 外界都认为连胜文将会毁容 但案发15天后 他首度露面却几乎看不出伤口 这都归功于他 时任台大整形外科主任汤月璧 帮连胜文操刀 遗述精湛还被称作是上帝之首 但他却在2010年间 医院办理三项采贡案时 涉嫌透过绑规格标 泄露标案内容 护航一财代理商 收取回扣59多万元 另外还以假发票 向亲信维生医疗基金会 榨取补助35万 一审一贪污罪部分 判处汤月璧有期徒刑12年 持多公权5年 违反商业会计法也合并执行1年 但案经上诉高等法院 更一审撤销原判决 改一两个公务员泄露 国防以外之秘密罪 何处有期徒刑6个月 得一颗罚金 可以说是大逆转 虽然有指示 他的助理 以电子邮件 传送台大医院 采购案的相关讯息 给厂商 但是并没有积极证据 对于这项判决 汤月璧目前任职亚东医院 他低调不回应 上帝之手看似躲过牢狱之灾 记得超会让我们中台报导